天后蔡依林日前才远赴美国纽约参加时尚盛宴 一身高雅的时尚风格被赞为台湾之光 却没料到酒令却和姐姐蔡明文一起被搞诈欺 根据今天初刊的时报周刊报道 蔡依林的姐姐蔡明文在美国洛杉矶开设美甲剂健身中心 一名美籍台医医师刘威明于2014年投资68万美元 之后蔡姐低价脱手将美甲中心转给刘医师经营 却发现公司账目不轻又负债累累遭到勒令停业 她认为当初对方以蔡依林担任创意总监为招牌吸引她投资 因此将蔡依林姐妹俩告上洛杉矶法院提出民事违约诉讼 针对这场官司蔡明文已经发表声明 澄清与妹妹蔡依林无关纯粹是个人投资 而苹果日报则报道蔡依林经纪人无奈表示 由于不是当事人商业纠纷无法判断谁对谁错 英雄合发管道解决 并且强调不应该牵扯不相干的艺人炒作